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我朋友 就是他们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是很开放 想要认识更多朋友 所以就在很多交友应用程序上 有去和不同的人约见面 所以他们就真的有在一起 然后现在已经在一起四年了 我跟一些正在读大学的一些朋友 聊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说其实他们很多 都在用这种交友的软件 因为它其实是挺有效率的 因为它可以扩大样本 然后其实因为他们是有一些 人根智能的一些计算方式 所以如果说你之前有输入一些条件 例如自己的一些嗜好 一些学历 或者一些偏向等等 他们可以很有效率地 找出一些比较可能适合你的 然后推荐给你 可是这是不是只限于年轻人 如果说时光可以倒流 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你会尝试吗 我不会 为什么 可能只要保守 喜欢真正看到那个人 做朋友先 多一点认识才可以在一起 如果这只是看网上这样子看 就好像看别人的Instagram表情这样子 就是可能看到他一面而已 没有看到他另外一面 不过这些社交网络 其实也是能够让 志同道合的朋友认识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是抱这种 结交朋友的一种心态的话 不要说一定是找结婚的对象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开放一点 就是当作就是交朋友 然后再看你到底适不适合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在以前没有网络这些实战书 其实也有 比如说笔友 以前那一种的 比较符合我的那个时代的 其实有 可是我们很奇怪 我们这种老扣扣的就是这样 这样吗 就是 我们忘记了 我们现在反而觉得 对 我听起来很浪漫 浪漫 浪漫 其实我觉得线上线下其实可以混搭 当然在通过这种软件 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 可是最后 因为你要找对象 最后要跟这个人长期相处 你要看得顺眼 你要知道他平常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可能这种线上跟线下 两方面都应该考虑 我们要制造机会去见这个人 然后多跟他沟通 我刚才发现就是说 很多采访的一些民众 都提到其实他们是在校园认识的 因为可能在校园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 是看得比较全面一些 你看到他不做功课的时候 被老师骂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对吗 然后他不够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看到他如何对待朋友 作弊的时候 然后吃饭 有没有买单 其实我觉得在校园的这个环境 会比较单纯 但是多少也有几年的时间相处 所以我就会比较认识那个人的一个为人 平时的言行局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说错过了这个 在校园里头认识另外一半的这个黄金期 是不是接下来就真的比较难找男女朋友呢 可能这个社会越来越趋向 很个人 大家就为着自己的理想 像刚才赤展讲的 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都是努力埋头在读书 因为这样就错过了 然后等到进入另外一个生活的阶段 就埋头做工作了 然后又要拼磁场 你就按着你的生活 可能你就没有碰到 然后你就为着你的生活的理想 你就这样走 然后你就错过了 其实明德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种心态 哪怕你在做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心态说 我想其实多认识一点人 看到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然后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哪怕是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然后去跑步也好 去图书馆也好 去购物也好 我们是不是有睁开眼 然后有注意到环境周围的人 有没有适合的人等等 我觉得是一种心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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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